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五是工商的认定和处理 第六劳务派遣和劳务外包 第七劳动合同的解除和经济补偿 首先我们来看招聘入职和试用期 对用人单位而言 在招聘阶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首先是招聘条件的设置上 不要出现歧视性内容 其次要注意对录用人员的审查 第三要对应聘者提供虚假证明材料做好防范 我们先来看一个例子 某公司因为业务增长 需要招用20名员工 在招聘条件中记载要求男性 谢绝女性 结果在招工当天就遭到了不少女性的投诉 要求劳动主管部门对这个公司招工歧视行为 进行依法处理 在这个案例中 该公司做法就存在较大的风险 就业促进法要求保障男女平等的权利 除国家规定的不适合妇女的工种和岗位之外 不得以性别为由拒绝录用妇女 或者提高对妇女的录用标准 再来看一个例子 A公司因为工作需要 招聘录用了工程师邵某 双方签订了三年劳动合同 半年之后 A公司突然接到一份律师函 该工程师邵某 原来与B公司还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要求A公司立即解除与邵某的劳动关系 并处理善后事宜 否则将追究A公司和邵某的连带责任 在这个案例中 该公司在招聘录用时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要求应聘者 提供与其原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 并要求应聘者承诺 若因此造成企业损失的 由其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否则一旦聘用 位于原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 将会面临承担连带责任的风险 再来看一个例子 A公司研发部门招聘科研人员 录用条件中明确了博士学历要求 B在应聘时也提供了博士学位证件 并在登记表中也注明博士学位 双方签订了五年劳动合同 半年之后 A公司发现B的博士学位是假的 公司要求与B解除劳动关系 在这个例子中 我们知道凭借假学历提供虚假证明材料 签订劳动合同 可以导致劳动合同无效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并且不用支付经济补偿金 但应注意 假公司需要有充分的证据 证明在录用已时 并不知道其博士学历是造假的 并且居此录用了它 如果用人单位在明知应聘者 提供了虚假的学历 但是还是没有解除劳动合同 甚至为其升职加薪的 那就视为对劳动者工作能力的认可 之后不得再以这个理由 再把它解除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不符合 欺诈的构成要件 那么针对应聘者提供 虚假证明材料应聘 用人单位怎么才能更好地 维护自己的用工自主权呢 建议在员工手册中 规定员工以欺骗手段 虚报专业资格或其他各项履历 公司将予以解雇 并且不给予任何经济补偿 同时要求劳动者对此签收确认 此外 要求新员工填写入职登记表 再次对新员工的基本情况和个人信息进行书面确认 并要求新员工在任职承诺书中 承诺本人作为本公司之员工 特助如下承诺 本人以往提供给公司的个人材料均是真实有效的 如有作假 愿意无条件被解除合同 好 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 从劳动者的角度 入职的时候要注意的法律问题 包括以下几点 首先 在应聘之前 要查询公司的注册信息 了解公司的基本情况 其次 面试通过之后 入职就应该马上签订劳动合同 至少入职的当天 要有一个入职协议 或者是之类的文件 这个是入职的直接证据 第三 社保需公司按照规定缴纳 不办理社保可以多领工资 这种做法 其实风险是很大的 对于社保问题 要有长远的考虑 因为一旦发生工商意外 有没有社保差别是非常大的 第四 不要签订空白合同 有些企业为了应付检查 他拿出一个空白合同来 让你劳动者先签名 按手印 劳动者或许想 反正已经录取我了 那这个合同只是一个形式 可是一旦发生劳动争议 劳动者会发现 主动权都被用人单位所掌握 最后 劳动合同盖章之后 劳动者本人和用人单位 要各保管一份 有的企业在合同签订之后 把两份合同全部收走 发生争议的时候 劳动者手上他没有合同 非常的被动 尤其是在办理公删案件时 因劳动者手图没有劳动合同 在要求用人单位赔偿 遭到拒绝的案例呢 不在少数 在入职时 有一个问题 劳动者和用人单位都需要 格外注意 那就是 即时签订劳动合同问题 对用人单位而言 为即时 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合同 存在着支付 双倍工资的风险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82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超过一个月 不满一年 为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应当向劳动者 每月支付 两倍的工资 用人单位 自用工之日起 满一年 不与劳动者 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 视为双方已经订立 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 关于劳动合同的 适用期问题 劳动合同法规定 劳动合同期限 三个月以上 不满一年的 适用期不得超过一个月 劳动合同期限 一年以上不满三年的 适用期不得超过两个月 三年以上固定期限 和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 适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另外 劳动合同法还规定 同一用人单位 与同一劳动者 只能约定一次适用期 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 为期限的劳动合同 或者是 劳动合同期限 不满三个月的 不得约定适用期 我们发现 有的餐饮企业 好像永远在招聘 永远在适用劳动者 招聘的人员 竟有90%以上 甚至100%都不合格 这是用人单位 热衷于约定 适用期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 这样做就没有风险吗 其实 即使在适用期内 用人单位 也不可以随意 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法 第21条规定 在适用期中 除有证据证明 劳动者不符合 录用条件之外 用人单位 不得解除劳动合同 那么 如果用人单位 违反关于 适用期的法律规定 会有什么风险呢 首先 一旦劳动行政部门介入 会责令用人单位改正 其次 违法约定的适用期 已经履行的 由用人单位 以劳动者适用期 满月工资为标准 按照已经履行的 超过法定期限的期间 向劳动者支付赔偿金 第三 超期约定试用期的 往往伴随着 预期未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 会被要求承担 双倍工资的风险 第四 因为试用期 也是劳动合同期限的一部分 试用期内 用人单位 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照样需要支付 经济补偿金 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小爱 是一名刚毕业的女大学生 应聘于A公司 在于A公司劳动合同中 约定 三年之内 不得结婚 不得生子 否则将予以解雇 以上约定 法律效率怎么样呢 毫无疑问 这个约定是违法的 就业促进法 第27条 第三款规定 用人单位 录用女职工 不得在劳动合同中 规定限制女职工 结婚 生育的内容 即使劳动合同中 有类似的约定 也是属于无效的 所以某种意义上 我们可以这样 对劳动者建议 如果用人单位 非得写上这类条款 那么你大可不必 针锋相对 坚决不同 毕竟这样的条款 写上也是无效的 再来看一个案例 入职体检中 查出艾滋病 可以辞退吗 四川一个男子 入职体检 检查出艾滋病 丢了工作 结果他起诉公司 这位小伙子 叫谢鹏 当然是化名 在入职体检中 查出来 HIV1抗体是阳性 当时他已经在一家公司 上班一个多月 通过了试用期 但是公司 还没有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上班第三个月 确认感染 艾滋病病毒之后 他被公司炒了鱿鱼 谢鹏向当地劳动部门 申请仲裁 然后对仲裁 裁决不服 又向法院提起诉讼 谢鹏声称 上班一个月之后 他通过了试用期考核 但是公司 仍然没有跟他签订 书灭劳动合同 而是要求他 进行入职体检 在医院出具 正式体检不合格报告之后 公司已申请人 体检不合格 不能聘用为由 解除了双方劳动关系 谢鹏工作时长 两个月零三天 共获得劳动报酬 11879元 没有签订 书灭劳动合同 谢鹏认为 公司聘用他之后 没有按规定 与他签订劳动合同 按照劳动法的规定 应该支付两倍工资 另外 他认为 将艾滋病检测项目 列入体检 并不符合 公主岗位的需要 同时要求与公司签订 无固定期限合同 劳动仲裁才觉 公司由于未按规定 签订劳动合同 应该支付 减除合同之前的双倍工资 公司以体检 不合格为由 与献鹏 解除劳动关系 不属于 应签订 无固定期限 劳动合同的情形 我国 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23条规定 国家实行 艾滋病 自愿咨询 和自愿检测制度 无论是 企事业单位 还是国家机关 在招勿人员时 都不得强制 进行艾滋病检查 除非经过入证人员 自愿同意 那么 这又出现了 另外一个问题 如果劳动者 被查出艾滋病 用人单位 该怎么处理 艾滋病防治条例 第三条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歧视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病人 及其家属 上述人员的婚姻 就业 就医 入学等合法权益 受法律保护 可见 用人单位 不仅不能辞退 检测出艾滋病的劳动者 还要更加尊重 和依法保护其 平等就业的合法权利 在本案中 谢鹏 在通过劳动试用期之后 公司 以其检测出艾滋病 体检不合格为由 拒绝录用 这缺乏法律依据 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关系 依据劳动合同法第48条的规定 用人单位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的 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赔偿金 不过法律也规定了 因劳动者伤病 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 劳动者患病 或者非因功负伤 在规定的医疗期满之后 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 由用人单位 另行安排的工作的 用人单位提前30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的本人 或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之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再见 感谢观看